这位业主说他家的卫生间反臭非常的严重 只要刮大风的话 整个屋子臭的不得了 我今天给大家检查一下 看他是哪里漏气 现在窗关了 门也关了 打开臭引擎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马桶地方有没有透出来 比较明显啊 它还是有风的 但是风不是很大 那么经过我的测试呢 这个马桶背后它是有跑风出来的 风虽然不大 但是我们的手摸进去感觉到有一股凉凉的风跑出来 那么它的臭气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我们打开马桶看一下究竟是不是 前面是小绯闻 臭气它就是从这里上来 要不然它这里是很干燥很干净的 一点东西都没有 这个房间 这个哪里能指得不住臭气是吗 它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这个法兰圈已经完全变形了 风不住胃 再加上它马桶背后也没有打玻璃胶 这个东西你说你你家里不发臭那才怪 是吧 处理几件也是这个样子吗 对啊 不是有些比你更严重啊 有些真的是不堪入目 我关键是没用怎么会这样子呢 卫生间发臭 知身细菌小绯闻 99%的情况都是这个法兰圈变形了 装歪了或者是老化了引起的 所以你们只要换一个好一点的密封圈就可以搞定了 这个这个剩下怎么冲你 我要冲一下吧 啊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把它这个地板给大家处理一下 扫一扫 洗一洗 加上广道内壁给他刷一刷 前几天呢 我刚来他小区这里处理了一宗马桶仿臭的问题 刚好他知道了 他家也是仿这个臭味 他特意让那个业主观察了几天 看他发不发臭 结果那边已经彻底的解决这个臭味 他今天也叫我过来帮他处理一下 你看 风呼呼的从这里上来了 啊 有风上来了 有风上来了 肯定臭气的就没有封住了 什么气都封住了 他哪里要上来 那其实就是说那一块跟这一块没封死 是吧 对 加上他那个矿蓝线他也变形了 你也看到了他还没封住了 他根本就没有密封了 就是说 能让他不漏水 但不代表他不跑去 就装一只两只他肯定会照到汉堂 那现在就能一装几栋楼 几千到几百道 所以装出来不漏水 他就面瘦了 现在我给他换上了我们的装力产品 一体式法兰密封腔 这个给他装上去 保证他以后一点臭味都没有 安装方式非常的简单 先把这个密封腔扣到马桶上面去 再利用马桶的重量往地上给他压上一样 这样的使他那个密封腔上面的胶泥更加的延时密封 再把他推向马桶过去 推的时候轻轻的推过去 把马桶背后往上卡一点点 借助他的力 轻轻的放下去 只要放进广道他就自动卡下去了 他只有两种可能 有一种他就卡不下去 你没有对重他的广位 你只要对重广位 他就绝对卡下去 如果想用黄师傅通广华兰圈的话 可以点一下小黄车 然后自己买回去自己安装就可以了 安装教程非常的简单 里面也是有安装说明书的